三集警戒持續延長 服務業生意很差 為了求生存 就連百貨公司的樓管 也要化身為直播主來衝業績 高雄這位樓管 他為了和粉絲在網路上有互動 直接大秀肌肉 表演單手伏定挺身 成為疫情中的另外亮點 穿著黑背心大秀肌肉賣衣服 這可不是一般直播王 而是來自百貨公司的現場拍賣秀 好多觀眾希望單手 不只能及時互動聊天 觀眾指定想看伏地挺身也沒問題 靠著帥氣小鮮肉超熱氣氛 而他的真實身份 其實是百貨公司樓管 別樓的樓管 然後就是其他樓管找我幫忙 然後就有沒有想太多就過來了 疫情期間也要拼業績 百貨公司樓管也撩了去 犧牲色相求關注 高雄這家百貨公司業者 號召樓管化身直播主成功創造商機 有我們樓管化身為直播主 直播導購 搶線上業績 那線上的業績要去年同期來比的話 至少增長十倍以上 而這樣的線上商機也成為百貨業界風潮 另一家位於北高雄的百貨業者 也同樣透過線上直播賣玩具 主打線上優惠價吸引民眾目光 直播限定這邊全部都是九則優惠 疫情來襲宅經濟崛起 白貨公司鎖定直播讓民眾不出門 也能線上逛百貨雪拼 創造疫情另類商機 記者王一玉高雄報導